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 河南河北山西人都爱吃的大灰菜 大灰菜这样做 好吃又美味 超级的又下饭 关键又营养 一千三连全关注 前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准备一些现成的粉条 我们把它泡在温水中 暂时备用 再准备一些现成的五花肉片 把它放入到碗中 加入一些生抽酱油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一下 把猪肉呢 我们给它腌制一个底味 然后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把清洗干净的海带 我们给它切一下 切好的海带我们放到一个盆子中 去完皮的土豆 我们给它切成滚刀块 切好土豆块放到一旁 暂时备用 洗干净的白菜 我们把它切成块 把白菜帮 我们给它去掉 切的白菜块上面大一点 切好的白菜块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洗干净的蒜苔 我们给它切成段 切好的蒜苔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大葱段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去皮的大蒜用菜刀给它按扁 再把大蒜剁成蒜末 剁好的蒜末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再准备一块生姜 用菜刀给它按扁 再把生姜给它剁成姜末 剁好的姜末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锅里边加入食用油 油热以后下入我们的五花肉片 先翻炒出五花肉片里面 捉一的油脂 翻炒出捉一的油脂以后 我们把猪肉给它推到一边 然后下入葱煎蒜 一个八角 把它们炒香 炒香以后我们再加入一点的甜面酱 把甜面酱也给它炒香 然后呢把猪肉和它们迅速的翻炒在一起 再下入我们切好的海带 把海带和猪肉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然后锅里面我们加入适量的清水 开大火把水给它煮开 煮开以后我们下入切好的土豆块 用勺子简单给它翻拌两下 然后我们开始调味 食盐两勺 再加入一勺的生抽酱油 三分之一勺的蚝油 一点的陈醋 去腥增香 然后我们给它盖上盖子 把火转到中火 把猪肉和土豆在锅中给它炖煮十五分钟 一道打开锅盖 下入我们切好的白菜 用勺子把白菜给它们搅拌在一起 搅拌好以后我们把白菜在锅中给它冻煮三分钟 白菜冻煮好以后再下入我们泡好的粉条 把粉条简单给它搅拌一下 煮至两分钟 粉条冻煮好以后 最后我们出锅之前再加入切好的蒜苔 葱姜蒜 把它们搅拌一下 这样我们的大灰菜就做好了 可以出锅了 立秋以后天天慢慢转凉 咱们在家可以吃一点大灰菜 大灰菜里面有粉条 有土豆 蒜苔 海带 有猪肉 营养又均衡 还有超级的下饭 做法也非常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吃大灰菜 就试试我这个方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在这里麻烦大家帮忙点赞转发 让更多人能看见做大灰菜的方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